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肾作为人体重要器官,随着肾功能下降 身体会出现多种不适症状 若没有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还可能逐渐发展成肾衰竭 而肾衰竭走到中末期 我们熟知的尿毒症也就出现了 不想肾脏透支 身体出现三种变化时,别再大意 一,身体浮肿 在肾脏透支后,身体浮肿是明显信号 这是由于肾功能降低后代谢出现异常 水纳滞留后累积可能引起浮肿 眼颜、下肢、部位的水肿会比较明显 要警惕肾病来袭 二,排尿异常 排尿困难,排尿量过少 甚至是无尿,以及出现蛋白尿等排尿异常表现 都与肾脏受损有关 尤其是排尿后,尿液中出现长期不消散的泡沫 这种蛋白尿是肾病的标志 出现了,要尽早就以检查 三,腰酸背痛 腰围肾腐 当肾脏透支了 很多人会有腰酸背痛 四肢乏力等表现 尤其是长期饮食不当 缺乏锻炼 饮水量不足的人 还有很大的风险出现肾结石 随着病情发展 结石不断累积 会逐渐损伤肾脏产生疼痛感 不想加重肾损伤 加速肾衰竭的到来 发现肾损伤的苗头要尽早处理 平时生活中也要注意肾脏的养护 从而预防肾损伤 老中医推荐一个养肾护肾的小金方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 方便你日后学习找到 准备人参 红枣 桑肾 黄金 马卡粉 蚁仁 枸杞 橘皮等食材 共同配五制成茶包 其中红枣 养胃健脾 滋阴补血 人参 大补元气 补脾亦肺 安神定制 黄金 生羊补虚 补肾顾精 桑肾 乌发明目 补肝益肾 开水冲泡两支三袋 把肾透支的悄悄补回来 健康长寿 不请自来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我就要送福利给大家了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如果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养茶饮 大家可以关注老师 咨询老师 老师会为你一一解答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